跟着星海V9探索诗词里的大美河山 今天我们制选车来到了浙江绍兴 打卡路由故里 上集我们开着星海V9从上海来到绍兴路由故居 重走当年路由的古迹 今天我们继续奔赴在路上 一遇寻找路由当年写下山崇水赋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势力美景 既然都是有山有水有柳暗有花明 那当然是在绍兴绵延的山路上来找寻 山川河流山崇水赋看上去似乎无路 或许路由当年也是在这样一片层栏蝶杖下写出人们传送了近千年的那首诗句 我也选择在这里停下歇息 虽然一天内从上海开到绍兴 有古镇有寻古记 但疲惫感比我想象中少很多 这主要是因为星海V9的前排座椅 可以说是极其友好的MPV头等舱座椅 在我上车的时候就感受到它会直接调整成最适合我的坐姿 因为它自带座椅记忆 另外它还支持实相电动调节 加热通风功能都有并不意外 但八点位的按摩功能一路上让我享受到了 手法按得还特别舒服 不像一些座椅按摩做得硬邦邦的 它是真的在找穴位进行按摩 用绍兴话讲就是老威 如果我真的是路由 作为著名吃货市人的它 或许相比于开车在路上 它更享受这样一壶清酒 一叠醉屑 悠哉在路上的旅程吧 和所有MPV车型一样 星海V9的二排也是全车最舒服的位置 但也和所有已知的MPV车型不一样 星海V9拥有同级唯一左右可调的二排豪华航空座椅 看到这两个独立座椅了吗 不仅是独立的12项调节 还可以左右来个调整 热了点击一下通风 冷了点击一下加热 累了你还可以点击一下按摩 赶到旅途进入疲惫期 百无聊赖的时候 还有这个一体式智慧屏给人解闷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舒服 惊喜的来了 见过放倒二排接屏第三排的 那你见过这样把第一排放倒和二排完全接屏的吗 放倒之后就是一个乐悠悠的躺平 三排还能做人 空间多变到像极了诗人的心情 路由也自好放翁 一个放字把它不顾世道冷漠 不屑同僚诬告的躺平心态 展现得零零尽致 或许路由真的穿越过来 它也会选择和新海V9一起上路 奔波在最爱的山川湖海 累了就放倒第三排座椅 将第二排座椅前移 立马就成了一张一米八的星空大床 没错 新海V9是同级唯一可实现 四六比例折叠和下沉第三排座椅的车型 可以完全收入地板 躺在这里一闭眼 除了抬头的云起云书 再也看不到其他窗外的纷扰局势 只是可惜 路由失踪的景色我们找到了 但是带来的清酒和醉屑 却只能是道具 进到摄影师的肚子里 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句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但来都来了 衣服穿都穿了 怎么能不品味一次路由曾经最爱的味道呢 我选择煮上一壶 产自绍兴的日煮茶 而能煮茶也是因为我出行选对了伙伴 新海V9最大可支持3.3千瓦的外放店 我们只需要这样把电源线接上 就能实现随时随地的煮茶自由了 茶水翻滚沸腾 日煮茶一缕清香优越 绍兴有充满山重水浮一屋路的层乱叠障 路由曾在这里迷茫 也在这里成长 更在这里坚定了自身信仰 我也准备继续和新海V9上路 去寻找这个时代的六岸花名 又一村 在绍兴的山路上开得越久 越是佩服诗人的表达能力 这样弯弯绕绕的山路 真的像看不到头 顺便也让我好好试了一把新海V9的山路架控 连活轻巧 没有一点大车感 这点真的让我很意外 前面看上去好像是个村子 我们过去看看 这里有些荒芜过头了 前面是真的山重水浮一屋路了 明显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我提前做过功课 附近有个村庄 里面有一颗千年香飞王 掉头重走 这时又可以用上新海V9的 50米循迹倒射功能了 从某个维度上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种回到过去的功能呢 你们说对吧 就这了 有着一颗千年香飞王的村落 虽然绍兴的村落不少 但无论哪个村落都一定会有几棵香飞树 作为全国最大的香飞主产区之一 虽然南方八省都能种香飞 但绍兴的香飞最不同 尤其是在这个有着千年香飞王的村落 在这里你随手摘一棵香飞 使尖流香的果实都有可能来自于一棵百年 甚至千年的香飞树 或许不经意间 我们不仅来到了路由失中柳暗花明的那个村庄 甚至路由可能也曾伸手 跟我们摘过同一棵香飞树 本趟跟随路由重走的江南山水之旅 甚至完美 我也突然失省大发 山重水浮一屋路 心海微久 真舒服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